啊 哈 本猴王要出事了 呸 这一集你就是块大石头 不语 还真是石头 只不过我这石头成精了 有脑袋有胳膊有腿的 变成了活生日的石头人 真的是神奇啊 哈哈 还别说 石头人可小伙伴们这几期忽生最高的生物了 那咱们今天变形技就来玩一玩吧 众所周知啊 石头人是方舟胶土地图里特有的怪物 这家伙没有幼年期 所以啊 我这一出生就是大头青年期 而现在咱们可以直接闯到方舟大陆 无需再为所发育哈 来 咱们再戴定牛仔帽 蒸下这沙漠里的烈日 唉 太阳这么毒 咱们本来就干干巴巴 麻麻烈烈的身体 可别再给晒烈开了 嘿嘿 我这石头人 全人由石头组成 防御力啊 是极高的 一般恐龙或者蝎子毒虫的都破不了防 看我这大拳头 直接两拳捶死一条蝎子 这简直就是沙漠战神啊 使我一记冲拳 帅 天上飞的大鸟都能被我打下来 嘿嘿 这石头人是真的抢啊 哦 对了 我这石头人作为比较奇特的生物 自然是不吃肉也不吃素哈 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他吃啥吧 请把吃石头打在公屏上 石头人不仅十分好养活 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攻击手段 就是啊 扔石头 哦 给你来一下 看吧 一下子就搞定了一只泰坦巨猛 不过啊 我很纳闷啊 我这石头是从哪儿掏出来的 裤裆里 再来一下 直接砸死两只兔鸠 就问你们强不强 好了 那咱们就保持这一股冲劲 继续闯荡吧 冲出冲 哎 仇呀 咱们在沙漠里就荡了半天 你们找到什么很强的生物来练练手 哎 我去 想啥来啥 突然出现了一只大男巨 嘿嘿 这回可算是遇到对手了 来碰一下吧 给你个大石头 再尝尝我的拜年拳法 乌云 不会是成年男巨啊 攻击脸太强了 不会有点不好顶了呀 哦 no 万万没想到 咱们还是赢了男巨 嗯 因为我发现 我这石头人 竟然能驯服生物 这就很奇葩呀 这是人类才有的能力吧 我估计咱们石头人 名字带来一个人字 所以可以驯服其他生物 哦 就这样 我把男巨给驯服了 赢得了最终胜利 并且给它起名叫 儿子 二千年之后 OK 一番胡闹之后啊 石头人终于成年了 此时咱们身形高大威猛 褪去了大头般的可爱 从石头进化成岩石 整个身躯更加坚硬 哈哈 现在才算是真正的岩石巨人了 哦 并且咱们直接来到方舟顶级大陆 创世纪里 评论这里有更加强大的生物 泰克恐龙 它们个个都身披金属铠甲 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所以咱们想继续进化 让石头变成钢 就得来这里喷喷运气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火山肆虐 爆出充斥着岩浆 哎 你们看 真的让我遇到了泰克生物 这是 泰克迅猛龙 还有泰克复制龙 太帅了吧 简直亮瞎我的眼啊 不行不行 咱们得赶紧进化 我猜测是这里的火山岩浆 给它们赋予了金属皮肤 哦 所以啊 我自身来到火山洞穴里 寻找地形岩浆 这里的温度比沙漠还高 不过 就咱这岩石巨人的防御和属性 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 终于啊 在山洞深处 咱们发现了地形岩浆 温度非常高 只要跳下去 与岩浆融合 我估计就能进化了 不过 这么高温度的岩浆 应该没事吧 谁跳谁傻 我今儿还就不信了 成败再次一举 为了进化 走 怎么回事 我怎么狂掉血啊 不好 我不会被融化吧 大意了呀 哈哈哈哈 万万没想到 我又活了 还真让咱们进化成功了 虽然不是钛克金属生物 但是我现在 整个石头身体 与岩浆完美地结合了 变成了 熔岩石头人 只是这个颜色 咋是绿闪了呢 不管了 先试一试 战斗力吧 nice 哈哈 看看看看 这些泰克生物 也抵不住 熔岩石头人的攻击力呀 现在咱们 真的是又帅又强啊 不只是泰克生物 创世纪里的 X三角龙 X霸王龙 我们啊 也不在画像 嘿嘿 不费吹灰之力 好了 小伙伴们 这就是大家 想看到熔岩石头人了 那么本期视频 就先到这里吧 大家还想跟浪钩 玩什么生物 欢迎评论去告诉我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